老子和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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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上找了很多 拯救流浪狗流浪猫的寇业机构 我一定程度上 治好了我的人 多年一年 爲年冬林 冥荣的缶 摄影 现在大家对待宠物真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了 宠物的消费市场也日趋的扩大 像宠物的繁育啊 食品啊 用品啊 还有训练啊 技养啊 医疗保险 美容 摄影和宠物的超市啊 宠物友好书店 宠物咖啡馆 还有网上一些宠物博主都渐渐的兴起来了 从产品到服务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宠物经济产业 그렇구나 中国人的股剂体育成比方围对于产品 国家公民的美容者和小学校 LS 教育吧 除了肩育的下部 人的主有宠物部 任何人体育成为私人的经济 真的很细致了 中国在虽物行业上没有国家认证的聪明 然后这方面还有很大的败颇 就虽物家庭生存率来讲 今年可能会达到20% 而美国澳洲的都在68%62%左右 日本是在38% 韩国也将近30% 但中国人口基数大 实际上市场规模已经非常大了 现在成熊化不断的提高 独居人口在不断的增多 宠物的层感寄托 陪伴安抚作用也不断的提升 以后养口的规模应该会更大 现在大家都把宠物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的被带了 所以也出现了很多拯救流浪狗流浪猫的公益机构 我的狗狗就是在一个线上的领养机构领养的 很多平台上都有这样的公益机构 我的狗狗跟我一起生活了6个月 然后带给我很多的改变 我觉得内心更加坚定了 也更有责任感 然后成长了很多 它虽然不会说话呢 但是你们感觉到你就是它的全世界 你全心的对它 它就会全心的回馈你 是一个非常治愈的感觉 狗狗也一定程度上治好了我的吃掉恐惧 我家里的狗狗群 然后六狗的时候也认识了特别多的邻居朋友 以前我都是很封闭的 然后现在也在一起交流了 我以前的狗狗群 中国也是 现在一人家庭已经占到了全部家庭户的四分之一 除了老龄化 当下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后大家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越几处一兴起 很多晚婚甚至不婚的青年再增多 一人户变成了养宠的主力了 以后也会越来越多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要养宠物的话 一定要做好事情的准备 有时间有耐心做好功课 一旦养了就要对他们负责 对 独猫不得是比较比较要求 对 独猫不得的 牙类的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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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牙类的育物 那次见到 下次见 拜拜 下次见